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我们来使用StableDefusion,SidTalk插件 然后配合文字转语音的一个工具 来让AI开口说话 那首先我们来进入这个项目的一个描述 这里面有SidTalk的一些安装的指导 我们可以往下拉 这里面有B站的一些视频 但是讲的都不是非常理想 所以我们往下拉 到Windows教程那里我们停留一会儿 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这么回事 但是细节方面跟我们本视频的教程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不过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个指导 一步步的来进行这个安装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那首先我们安装这个插件 因为我们只是安装SidTalk的这个插件版本 我们并不需要把它整个软件来进行一个安装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网址安装进去 然后它这个东西就自动集成在我们StableDefusion的 Extension的这个目录里面去了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重启一下 那这个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要继续安装一些它需要的一些模型 我们需要下载它一个模型 这里呢 有好几种下载的方式 它放在这里 至少有三种的下载方式 一个是谷歌云盘 另外百度云盘也有 各位呢 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方式来下载 或者呢 我们干脆就是到它的官网的那里 往下拉 找到一个下载的页面 然后进行一个下载 这样吧 我们今天就选择这种下载方式 我们把这里面所有的一个文件 从了最后两个sauce 这个不用下载 其他的全部下载下来 然后呢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存放在StableDefusion的一个 插件的一个目录 我们找到StableDefusion 找到Extensions 找到SedTalk 因为我们安装插件的时候 它是已经就有了这个文件夹了 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并没有 TrackPoies的一个文件夹 记住 我们要新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把它命名为TrackPoint 我们可以看到少打了一个S 但是没事 后续的话我们会把这个S给它加上来 那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除了Sauce的文件都下载安装在这里 安装完之后呢 下一步的话我们是要进入这个文件夹 把刚才那个文件夹的名称再 给它修正过来 然后呢 有一些压缩的文件 我们要把它解压一下 那实际上到了这一步呢 我们 StableDefusion这个插件的配置呢 就差不多了 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网速不好的朋友们 可能是下载可能稍微会慢一点 那因为我这个使用的是非常快的VPS 所以下载起来速度非常之快 基本上是很快就下完了 那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插件里面这个TrackPoint 我们记住哈 把这个文件夹的名字 给它命名为TrackPoint 这个时候呢 里面会有两个ZIP文件 我们一定要把它解压出来 没有这两个文件呢 它运行也会出错的 我们直接解压到当前文件夹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有的人如果之前没有做过这个步骤的话 我们可以把下载下的那个GFP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解压出来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呢 我们把它粘贴到 我们StableDefusion的一个 Models的一个GFP竿的文件夹里面 然后呢我们把它粘贴过来就行了 因为之前我已经粘贴过了 所以这一步呢 大家看着去做 理论上来讲哈 没有做其实也是可以的 弄完之后呢 我们在设置里面 面部修复里面 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Colorformer 一个是GFP竿 一般来说Colorformer我们是都已经安装过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FFPG的一个官网 我们在Windows这个上方这个选择 我们需要下载的一个版本 我们往下拉 找到一个Forbill的这个压缩包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那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呢就先不下载了 那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文件 把它解压 我们解压到一个 大家自己递得住的地方就行了 那因为我自己已经解压过了 所以呢带领大家来设置一下 我们呢首先要把它那个BIN文件夹 一定要找到BIN文件夹的这个路径 我们首先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把它配置到环境变量里面去 大家要记住啊 添加环境变量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直接在搜索哪里 搜索一下环境变量 用中文 环境变量 我们直接进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界面了 那 还有一种方法呢 我们直接点击右下方 然后那个进入系统设置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找到系统信息 然后呢 找到高级系统设置 这个时候呢进入到这个界面 然后呢我们点击下方的环境变量啊 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先做一个错误的释放 我们找到一个PAS文件 PAS路径 然后呢我们点新建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是不行的 我们呢是需要找到PAS文件 然后点编辑 编辑的时候呢 我们再新建一个 然后把我们刚才复制的这个路径 把它粘贴进来 这就行了 之后呢我们必须要重启电脑 那接下来呢 找到一张我自己的照片 然后呢 把它编辑一下 成为一个头像 这样一来呢 就看书画看得更清晰 我们把它调整到合适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 定存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去找找啊 之前编辑的那张图像 看看是不是还在 我们打开看一下 没错 这个非常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编辑一段语音 我们呢 打开这个文字转语音的一个程序 然后呢 我们输入一段话 好的 我们输入了这样一段话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一个 男生的声音 然后来试听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呢 挂的VPS 可能是速度稍微 有点点影响 这个时候呢 合成失败 但是不要紧我们多点击两次 一般都会成功的 大家好 我是明月楼滴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演示 如何使用Site Talker 我们把所有的文件都保存好之后呢 回到Slavery Fusion 我们点击一下 Site Talker这个标签 然后呢 把我们的图片 跟音频都上去 上去 我们找到我们刚才 保存的那个音频的文件夹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点击一下 上方那个笔的图案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编辑这个音频的长短 这个时候我们勾上面部修复个能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生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 AI说话的一个工作段呢 就正在完美的执行了 这一段的快进 最后呢 让大家看一下结果 那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三点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最后找到 Outpost文件夹 下面的Site Talk文件夹 找到我们生成的文件 看一下效果 装Site Talk有三个步骤 一在YB中下载插件 二在插件文件夹建立一个 Checkpoints的文件夹 三下载Checkpoints的文件导致的文件夹 注意有些文件需要解压 四下载FMod page 并配置环境变量 5重启后就可以 ca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